中央在苗栗有经验一下 我们会找王毕胜来帮忙 依据借中央的苗栗经验 要找指挥中心的王毕胜来帮忙 台北市长柯文哲态度放软 是在找救兵吗 几天前才跟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陈时中半夜视察北农 王毕胜也了解不少北农当前的状况 也分享了他18天的苗栗作战经验 只是原本拒绝中央协助的柯市长 突然改变心意 难道是因为北农疫情失控了吗 正确讲法是说它是一个问题 但是目前已经可控在控制范围内 强调都还在掌控范围内 只是比一比两人的作战模式 柯文哲带领的北市府模式 主要是设立前进指挥所 及时疫调匡列 摊伤要持阴性证明才能进入 快筛加PCR同时进行 主要采取疫苗围堵疫情的方法 对比王毕胜模式 采取的是大规模的PCR检测 晶圆电子当时只用短短的两天时间 就让5000名员工完成PCR检测 确诊就分流 用分仓分流 降载维持营运 指挥所用18天的时间完成任务 也因此让柯市长 想复制王毕胜的成功经验 大规模PCR检测 让北农清零 北农的事情是我们台北市的事 我们台北市自己处理就好了 而且还说自己处理的方式是最快的 但显然没有几天 柯文哲市长反过头来 拜托王毕胜 汪之心长到北农来协助 为什么政策大转弯跟中央求救 我们外界不得而知 面对病毒的来势汹汹跟不可测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要嘴秋啦 要柯文哲以后态度还是谦卑一点 不要一开始把话说死又转头求援 只是这样的话 听在柯市长的耳里恐怕会认为 自己是想解决问题 怎么不被了解 TVB新闻 朱黄伟佳琪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